現場管束一名 有罪民眾 啊我們拿銅銅刀啦 讓他們壓我啦 會痛啦 你講話注意一點啦 旁邊等轍民眾站遠遠 完全不敢靠近 渾身散發酒氣的男子 不斷掙扎反抗 還朝圓景 不要罵三字經 好 不要喝不要喝啊 好 先生喔 你現在射檢阪案公務喔 圓景朝口袋一摸 果然發現折疊刀 隨即將男子上銬 押回警局 但KDP周邊店家 都見怪不怪 就是可能會互相叫囂 或是吵架 然後警察就會來處理 射發在新北三 從正義北路 14號中午12點多 男子和朋友到KTP歡唱 三杯黃糖下渡後 開始胡言亂語 一夥人準備離開時 男子就在店外吼叫 吵著要刷通 還拿出折疊刀揮舞 店家趕緊通報轄去派出所 經歷旁民眾指認 該男子有拿出折疊刀 於公眾場所揮舞之危險行為 該名男子 盡當眾入罵本分局 執行遠景 不雅用詞打兩次以上 語勸不聽 酒醉男子一連串脫序的行為 不只違反受違法 還涉及妨害公務 警方也將他移送地檢署偵辦 藉由黃明君 陳冠宇新北報導